知名的动漫死神改编成了电玩 连续出了六代掌上型的游戏之后 现在更要登上家用主机了 简单很容易上手 而且情谊就可以使出华丽乱斗的绝招 画面很流畅 玩起来绝无冷场 头戴白色面具身穿和服 杀气腾腾的招式 动漫死神的各个主人 今年要杀进电玩的捉迹世界 在掌上游戏机连组六代 现在还保留了漫画的原始情节 和高画质绚丽的对战效果结合 游戏描述主人翁一户 前往恶灵存在的须圈 跟反派角色懒染进行对决 总共14个关卡 随着游戏的进行 变速和灵气的累积 还能以五种模式来挑战关卡 一口气满足漫画迷的幻想 四种模式之中 以角色切换最吸引人 用摇杆就能扮演反派角色 大大的厮杀一场 直觉式的操作 大乱动轻易上手 死神的热潮 在今年夏天将会持续发烧 四生九 。 我